从汉武帝时期开始 这些秦代留下的长城堡垒 重新成为屯兵驻守的边关 庇护着汉王朝的后勤供应员 平时是有效的防御前线 国力强盛时 就成了最佳的出击前沿 四位出征的将军中 只有魏清一人 是第一次带兵打仗 年轻英勇的大将军魏清 带领了一万骑兵 孤军深入草原数千千米 直扑匈奴王庭附近 这种孤军骑袭 是汉王朝从未有过的战法 汉王朝致力于武器类型的开发 在帝国都城的武器库里 各种新型的铁制兵器一应俱全 国家专营的野铁作坊 日夜运转 原原原不断的兵器被生产出来 现代考古学家在汉代留下的铸铁材料中 意外地发现了球状石墨 这种物质的存在 使得铁器的强度和韧性大大增强 甚至接近钢的水平 印度与韧性完美结合的铁制兵器 在战场上的全面出现 使得汉王朝的军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杀伤力 战斗以汉朝军队的胜利告终 未经斩首和俘虏的匈奴士兵 达到七百多人 这次胜利后 汉王朝收复了河陶地区 汉武帝意识到 长城不仅仅是一道防御工程 依托长城的军事堡垒 屯田练兵 将大大增加战略纵深程度 并最忠实的汉王朝掌握战略主动权 战争结束后 汉武帝开始在今天内蒙古 旅行井齐西北修筑术方城 并设置术方和武园两个郡 从内地迁写十万人到那里定居 之后汉王朝修复了秦代蒙田在核桃地区修筑的边塞和沿河防御工事 在今天内蒙古邓口县境内 阴山南坡 还保留着一处西汉时期建造的赛城 基禄赛 它坐落在贯通阴山南北的山谷口 厄控穿越山谷的交通咽喉 这是一座正方形的赛城 全部用石块修器 面积相当于四个半标准游泳池 从至今留存的遗迹可以看出 当年的城墙高度超过八米 城门外有类似后代旺城形式的建筑 自从汉武帝收复核桃平原之后 阴山山脉里的几乎每一个山谷 都修建起与纪录赛规模相当的赛城 这些重兵把守的赛城 不但解除了匈奴骑兵对长安的直接威胁 也建立起了进一步反击匈奴的前方基地 皇帝的宫廷内 一场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正在进行 这是公元前一百一十九年夏天 一场特大的水灾侵袭了帝国北部的关东地区 震灾使得原本捉襟见肘的国家粮仓更为紧张 就在水灾发生的几乎同一时间 帝国北部的河西地区 几位正在修筑边塞的汉朝士兵 遇到了一只投降的匈奴部族 汉武帝提出 在河西设立郡县 把投降的匈奴蝉鱼和关东灾民一起安置在那里 这一提议立刻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 反对者认为 国家要为移民提供衣食 供给种子 耕牛 农聚 耗资巨大 公元前一百二十一年 汉武帝发动河西之战 派大将霍区兵两次出兵 消灭了四万多匈奴人 夺取了又一个战略要地 河西走廊 那一年 汉武帝设置河西九泉两个郡 并开始沿河西走廊建造长城 至此完整的汉长城防御体系建立起来了 连年的战争和庞大的工程建设 使得汉朝国库所胜无几 为解决财政危机 汉武帝颁布离到法陵 汉王朝的子民 凡是向国家捐献奴婢的 终身都可以免除摇曳 富人如果出钱安置灾民 支援帝国与匈奴的战争 可以获得爵位 掌管法令的官员张汤 为汉武帝找到了解决国家财政难题的更好办法 为了筹集军费 汉武帝颁布经济改革法令 垄断帝国中最重要的商品 盐和铁的买卖 禁止一切盐铁业私营 没收私营者的财物 敢于私营盐铁的商人 一律处以重刑 从此 盐铁的生产销售和买卖被国家垄断 价格由皇帝亲自批准 盐铁专卖政策的退出 暂时缓解了帝国的财政危机